爱沾放映入眼眸 凤薯汤没有味道 它今天是切开了两个的 因为脆壳 绝绝脂 真好因为 它脚子一定要比 麻将人家都已经凝硬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几点 北京时间6点57 我们终于买完了想吃的点心 现在正在走向我心中的 我心中的闷子大王 真的是穿越了小20公里 从城北到城南 我一定要吃上的闷子 真的是超级多人 那边是炸串 这边是闷子 这边是烧烤 现增点小烧烤 我们是要等着对吗 那我们去看看炸串 那些面排都是咱们自己做的吗 这咱们自己亲手的 我想吃这个 自制系列all in 油炸直接上锅 最后买我信心念念的闷子 说要一个大份 多点麻将书 来近距离感受一下麻将的冲击 我知道飞飞是不会介意的 让我先来帮她尝尝 哇塞 就是这个味道 这个麻将已经在我嘴里凝固了 煎得真是焦焦脆脆 里面软软糯糯 外面裹了满满的麻将 这没有不好吃的雨滴 好脆啊 我现在就只想知道飞飞去哪了 我想吃炸串 天天的炸串 真的是我进过唯一一个地方会刷番茄酱的 但是我们俩实在对于甜口的炸串没有好感就没有药 哇 我们的烤串也来了 这看起来不辣呀 你就应该先吃这个 好吃吗 好吃吗 安理成功 好好吃 就是我边吃这个应该边开始流口水了 你知道吗 就边吃边流口水 它那个薯馅 厚薯馅的那种味道 这种不加飞串酱才是我喜欢的味道 你看看 这蒜蓉酱啊 豆叉 这豆叉好劲道啊 这叫啥 鹌鹑蛋 不 小时候吃那种油炸的鹌鹑蛋 健康 妈妈 我吃蛋白质了 还有脂肪 麻椒鹌鹑蛋 这个是属于天津特色吗 鸡蛋 像是肝 血管 不知道在哪里 有点甜 嗯 好耐心 我想吃这个 哇 它今天是切开个炸的 就这种炸了各种排 没有不好吃的余地 里面一个壳脆脆的 里面有一点点的小肉 very good 一个脆壳 绝绝子 来点焖子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荤的东西 但其实它就是淀粉 这个味道很好吃 哇 好好吃 就他们家的那个可以煎到 焦成一团那种感觉 这是什么 鱼串 可以 大夫想整个去番茄酱了 感觉这个鱼串脆脆脆酱 肯定很好吃 你说它鱼很嫩 它有点咸 不知道是这个酱的事还是怎么着 这鸡串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 就看见它特别喜庆 但是我们俩肯定吃不下 很嫩 这有点咸 这有点咸 它本身这个肉排都是鲜色的 嗯 我们烧炒整了一堆素菜 就是补充所谓的维生素 这个好嫩 它里面是那个十三香 五香粉腌过的 可以的 很嫩 它们家烧口是麻辣味的 奥尔兰鸡肉也好吃 这啥 这啥 半斤 真的有瓶瓶无气 这啥 你拿烧口 我更喜欢 你刚吃下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但是吃到后面就是那种麻麻的嘴里面 这个肯定最好吃 这才是鸡肉维生素大标 被那个辣倒 然后再用这个麻辣解解辣 嗯 好绝 这烧烤的麻味真的太伤头了 豆角 甜甜的 姐姐咱们这儿是什么烧烤 四川烧烤吗 嗯 好吃 这个麻真的挺不下来 而且好神奇一点 它这东西烤完之后没有那么油 这个麻烦 这东西烤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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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刚才还在吃在这个包拉 看着人家说一点都不辣呀 我觉得这个肯定会很好吃 这个好节色一定要低啊 它的皮和内馅已经完全的分底了 皮是那种薄薄的韧韧的 里面的肉是很软的 然后我去淘了点反芥酱 妈呀 它刷上酱 我觉得我能吃完了 这有点好看呀 真是绝了 是我刚才吃辣吃太多了吗 我第一次吃番茄的炸串的时候 是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刚才好吃 这酱是自己家做的 酸酸甜甜 加上刚才那个麻辣的料 我觉得更好吃了 我把这个鱼都吃掉 这个鱼真的太配番茄酱了 这个鱼特别烫 这番茄酱的湿润的口感下 它更嫩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好吃 番茄味的薯片谁能懂 我好上头啊 不枉费我们俩驱车20公里 我们本来是计划8点半之前绝食的 为明天的早餐腾腾肚子 你别吃了你 那你挑完焦了 咱们回去睡觉吧 为了明天的早餐蓄力 记得点赞的关注哦 我现在除了静位消失片 什么也吃不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